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一段视频的出现逼近真相 但是这个小孩与这辆车互放在这一点 刚好是他的一个门口 那一瞬间大马路上到底发生了什么 都什么都没看到 今日说法被你播出 差一步是真相 2012年2月18号下午5点 这是下班的高峰期 在武汉市东西湖区吴中街上 在一个特别喧闹的十字路口上演了惊险的一幕 5点11分的时候 有一个四岁左右的小男孩 他突然横穿马路 然后他就倒在地上了 这时候从旁边一辆黑色的轿车里边 下来一个男子 把这哭着的小男孩抱到了路边 之后这名司机又回到车里 离开了现场 我们今天要关注的这起案件 就是这个小男孩和这个抱他过马路的人之间 发生的戏剧性的事件 摔倒的小男孩叫宁宁 刚满四岁 就住在出世地点附近 2012年2月18日下午5点 他和80岁的太姥姥一起外出 太姥姥一眼没照顾到 宁宁就冲上了大马路 太姥姥发现他时 宁宁正满嘴是血的站在路边哭 宁宁的外公很快来到了现场 宁宁被送到了500米之外的医院 医生初步诊断 宁宁口唇内部挫伤 缝了三针 一开始家人都以为宁宁是自己摔伤的 宁宁在接受治疗之后 说出的话让大人坐不住了 宁宁说她是被一辆黑色的车撞到的 太姥姥离得远 并没有看清事情的经过 宁宁的外公又回到了事发现场 探究真相 周边的群众告诉她 孩子确实是被一辆黑色的爱丽舍车撞到的 让宁宁外公气愤的是 如果孩子是被车撞的 近在咫尺就是医院 肇事者为何把孩子扔到路边 一走了之呢 这时 事发地点周边的一个店主 拿出了一张字条 上面写着 2AD6558 原来 这是一名路过的女士 抄下了肇事车的车号 宁宁的外公带着字条 来到了武汉市公安局 交通管理局 东西湖大队报案 登记的车主是一位女士 临行打电话联系了这位女车主 由于车辆颜色和车主对不上 警方排除了这辆车肇事的可能 那会不会是有人将车套牌了呢 经过仔细的分析 警方觉得套牌的可能性不大 套牌车在我们这边也发现过 基本上来说就是颜色 车型包括外观都是一样的 这种套牌的可能性比较大一点 但是他说的这种颜色不像像呢 套牌的可能性就比较小一点 也可能是当时系这个车牌的人呢 也可能数字系错了 嫌疑车辆的线索断了 宁宁的外公很是着急 他说宁宁是今年春节 刚刚被女儿女婿从外地送回武汉的 没想到刚过了半个月就出了事 他心里很是过意不拒 外公发誓 一定要将肇事司机找到 给女儿一个交代 在向警方求助的同时 外公也发动了群众到处寻找 群众认识这个人 认识这个是跑黑地的 车号也记得 我就明月派了三十几个小孩 给我把总过 跑这黑地的车车来换马 在五月三车转了 刚才我们看到有群众反映说 明明是被车撞倒的 肇事司机还逃逸了 那事情的真相到底是什么呢 先得找到肇事司机和肇事车辆才行 警方也在积极的寻找线索 晚上九点多的时候 跟警方有着长期合作关系的 楚天交通广播传来了好消息 有一位市民王先生 给他们提供了一段视频录像 记录的就是当时事发的经过 这段录像就是我们节目一开始的时候 看到的那二十秒的视频 楚天交通广播的主持人 宇杰介绍说 市民王先生当天经过事发路段时 车辆的行车记录仪 也就是拍摄路况的摄像头 恰好记录下宁宁倒下的一幕 因为王先生急着送妻子去医院生产 没能在第一时间配合警方调查 于是通过电台将视频交给了警方 看能否作为破案的证据 那么实际上当时我最担心的呢 是这个小孩有生命危险 他说这个小孩是口毒鲜血的 而且呢小孩是突然横穿马路 被一辆月双黄线的黑色爱丽舍的轿车 而且车速还比较快 撞到 这段视频长28秒 记录了明明穿过马路 倒在路边的整个过程 却缺少了最关键的镜头 由于拍摄角度的问题 视频中并没有车辆和孩子接触的那一瞬间的关键画面 警方只是从黑色爱丽舍车和孩子倒地的方向一试判断 孩子可能和黑色的爱丽舍车发生了接触 因此找到黑色爱丽舍车成了破案的关键 在这段视频上 警方有了重大的发现 视频中找到了黑色爱丽舍车的车号是 AD6G58 和目击者留下的车号相差了一个数字 警方通过查询车辆登记系统 找到了肇事嫌疑车辆 果然是一辆黑色的爱丽舍车 而车主明某的长相和视频中反映的也是一样的 也就在警方找到嫌疑车车主的同时 宁宁的外公也打听到了黑色爱丽舍车车主的名字 是名声利 在这个名字 他现在改了个名字 这个地方学习名声利还是有人知道 第二天一大早 宁宁的外公 黑色爱丽舍车的车主明某在交警搭对见了面 也是在这个时候 宁宁的家人看到了孩子出事的视频 因为你家里人啊 就是包括他小孩的这个 爸爸妈妈看到那个视频 他们吃饭 都哭了 都哭了 几天都没吃饭 车主明某说 他自己确实是抱着宁宁过了马路 但是他对事故失磨的说法 与目击者描述的却大相径庭 车子一跌感觉那么的 当时我就在车边看了这个像 我就再往转 反正往这边看了 这个像就往转来爬 对了 我就爬就把他爬了这种一边 当时车来车往的 那是一个 那是一个具感性的 按照明某的说法 他当天经过事发路段的时候 就看到宁宁倒在地上了 是他好心的将孩子抱到了路边 没想到竟然惹祸上身 成了肇事者 明某信誓旦旦的说 抱孩子去路边是做好事 以示让宁宁的家人无法接受 如果是做好事 明某为什么要致 哭闹中的宁宁于不顾呢 明某坚称自己不是肇事者 自己是帮着宁宁而没有撞宁宁 而且自己没有逃逸的必要 因为他的车是买了保险的 上这个鞋 第三鞋 我上这个鞋要四万 我将这鞋子要两万 我只十几万块钱的 我只花在义工国中 加起来也接近20万的鞋 我不承担跑 不承担跑 就是说你的保费 这周都能赔到20万 所以你根本没有跑 我都跑了一周 听到明某的这些解释 宁宁的外公和警方 亦是难练真伪 外公希望警方 能够尽快地查出事实的真相 自己也绝不会冤枉一个好人 如果你真正好事 我讲了一万 讲了一万 就算你保险还丢了别 我还讲了一万 没车压过我的 这是我没车压吧 事情的真相变得扑朔迷离了 到底这个明某某 他是在学雷锋做好事 该受表扬 该被学习呢 还是他就是那个肇事逃逸的司机 他该被批评 该受法律的制裁呢 在拿到王先生提供的这段视频的当晚 楚天交通广播的主持人 宇杰 他就截取了其中的四个画面 他放到网上了 网民们看到了这四张图片 会有什么反应呢 那么在晚上九点多钟的时候呢 我就把这个视频的四张截图放到了网上 那么通过这四张连续性的截图就能够说明 当时发生了一个什么样的事情 这个司机他在这个事情当中他是怎么做的 之后 楚天交通广播也对这起到底是肇事还是做好事的新闻 进行了持续的报道 欢迎各位继续关注城市新干线 在2月18号呢 武汉一名司机在东西湖吴家山吴中路行车的时候呢 车上的行车记录仪拍下前方的一辆黑色爱丽舍轿转到一名南童 肇事司机把他抱到路边之后离开 当时司机事后则说南童是横穿马路自己摔倒 他停车去搀扶 完全是在做好事 由于媒体对此事的持续关注 一时间这起并不太严重的交通事故 引发了市民的热议 当时就出现了很多声音 网络平台上记者见到了这样的留言 真相有待还原 不要妄加采测 就是让人们分不清 好人往往被当成坏人 坏人往往被当成好人 不放过一个坏人 不放过一个好人 就是市民对这个真相还是很期待 很关注的 我们一发上去以后很多人都关注 小孩与这个造势嫌疑车 到底有没有接触 这一块也是我们一个调查的重点 引发了这个娱乐 这两种说法 并且是说他做好事的多 这只情况 交往于事不出就 就是就引起了我们的重视了 这个愿望有好人 这一定把他查清楚 涉嫌肇事的司机明某说 自己也没有想到 事情竟然引出了如此重大的关注 他倍感压力 我怕了 你怕了 我良心受到网友的签证 经过几天住院观察 宁宁已无大碍 只是受了轻微伤 头没门大问题 心脏没问题 和骗子骨头都没问题 宁宁的家人在欣慰之余 把精力都放在了调查事情的真相上了 我只要换我一个公告 到底你是这样 我决定中心理 一万里中心理 你说我是肇事逃逸 我说我是学雷锋做好事 关键的一段视频 未能揭开事实的真相 几个神秘人物的现身 会给出怎样的答案 就看见那个司机把小孩子放在了路旁 结果他就匆匆的跑过他的车 还就跑了 警方拿什么来还原事实 差一步是真相 今日说法继续播出 今日说法正式播出 不但明某和宁宁的家人 等待着事实真相水落石出 在网络平台上 人们反响也很激烈 有人认为 司机是在做好事救孩子 因为并没有车辆和孩子 接触的画面 还有不少人质疑 孩子的家长监护不到位 应该承担一部分责任 那么明某到底是做好事还是照事呢 警方展开了多角度全方位的调查 来还原事实 这个地点就是当时的四号路段 那个当时呢 这个地方就有一台车 就我们右转弯 我们跟着一台车 另外一台飞车雪的龙 就我们从这超车的时候 走到这个线 已经压来那个双方线了 这个小孩 这压双方线属于违规吗 属于违规的 小孩是红山马路 没有走人行验 没有 找办法见 当时一公子两公子 这么多 一公子走到没有 哪里可以看这个视图 基本在哪 当时我们都没看到 都没看到 小孩流血 什么看到了吗 有人看到 警方首先调取了 事发路段附近的监控录像 看看能否拍摄到 事发当时的关键画面 实验头在事发路段没有 但是事发路段的两头有 距离案发 大概有100多米 那拍到了这个关键的内容 看不清 警方在案发现场 用仪器进行了技术分析 绘制了现场图 我记录 我们一起拉一下 怎么办 楼关 先把楼关 先把楼关 警方现场走访 不少听众表示 事发的时间太短了 他们又没有拿清洗 关键的一瞬间 警方仍然没有掌握 太多有家人的信息 在交通水平中 本来最直接 最重要的证据 就是现场留下的痕迹 但是 因为明某驾车离开现场 在20多个小时之后 才将车辆提供给警方 事故发生时 原始的一些证据 可能已经蔑视了 尽管如此 警方还是努力的 对这辆车 进行了全方位的取证 警方甚至找到了 当天 宁宁穿的衣服 物证鉴定走到这里 遇到了瓶颈 鉴于此事在武汉市民中 引发的强烈反响 武汉市交管局决定 在全市范围内发生群众 通过官方微博 寻找案件的目击证人 我们那个 武汉市公安交管局的 那个官方微博 是全湖北省 那个胆政机关的首预家 你现在粉丝有多少 加起来接近80万 果然 微博发出两天之后 当时那位 记录嫌疑车辆号码的女士 找到了警方 他描述了当天事发的经过 我已经离这个车子 很近的距离了 就说我正准备 转弯的时候 看见一个小孩 就是没有 当时没有大人的 陪众情况下 小孩往 可能是想过马路 往马拉那里跑 当时从这个 我的对面 过来一辆 那个黑色的轿车嘛 直接本身 他的车子已经 差不多开过来了 就是他的车子的尾部 把他稍微 就是说 带了一下 带一下 当时这个小孩子 一下子摔了地下去 摔地下去了 当时司机把这个车子 开过了 估计有个两米左右 这个司机 当时把车子 停到路中央 就司机的门打开了 当时下来 下来把这个小孩 抱到这个路边 他转身 就开车子 就走了 这位女士当天 带女儿经过 事发路段 目睹了司机 撞人之后 逃逸的事情 当时 他就让女儿 用手机 记录下了 肇事车辆的车号 匆忙之中 记错了一个号码 他是第一个确定 车辆和孩子 碰撞关系 成立的目击者 紧接着 2月21日 提供视频的那位 王先生 赶到了交警队 他说 2月18日 事发当时 他正开车 带着临产的 妻子赶往医院 在经过 无中间的时候 突然 一个小男孩 横传马路 他赶紧停了车 王先生说 他当时看见 黑色爱丽舍车的 司机下了车 本以为 他是去救孩子的 我就看见 那个司机把小孩子 放在路旁 结果他就 转通的跑 和他的车 还就跑了 这位记下了 赵氏车号的女士 和提供视频的 王先生 他们是目睹了 车辆和宁命 发生碰撞的 那一瞬间 按照他们的说法 这个明某某 他就是那个 赵氏的司机 而且 有人向警方 提供了新的线索 就是案发 20分钟以后 这个明某某 又骑着自行车 回到了现场 但是过了 20多分钟以后 他自己还是 放心不下 这个事 骑着一辆 这个电瓶车 返回现场 这个官场 有群众指认 在事发20分钟之后 明某曾经 骑着电动自行车 再度回到 事发现场 打听过孩子的伤情 对于这个说法 明某并没有否认 短短的三天时间 警方就搜集到了 记录赵氏车号的那位女士 以及拍摄视频的 王先生 等九个人的证人证言 从这些人证 可以证明 明某确实撞了宁明 对于这些证人证言 明某依然予以否认 正人证言面前 涉嫌赵氏男主 依然否认 那二十多秒的视频 成为破案的关键证据 技术手段能否还原 那看不见的一瞬 面对完整的证据链条 当时双方如何抉择 受伤症的家属 也使得出来 这个量感 被忘 差一步是真相 今日说法继续播出 明某今年四十六岁 曾经因为吸毒 被警方治安处罚过 近年来 就靠着开黑出租 维持着生活 虽然背景复杂 但是警方 本着不冤枉一个好人 也不放过一个坏人的原则 将相关的证据 提醒司法鉴定机构 进行鉴定 王先生那段 二十多秒的视频 成为鉴定的重要依据 在这个地方 我们主要在画面里面 主要是测量 这个黑色这个 黑色车 距这个黄线的距离 我们是通过 那个特色变形的原理 来测量它的这个 这一段的距离 距离的大小 是一米三五左右 它这个小孩是1.17米 小孩已经一米零七了 然后这段距离是1.35 这距离是1.35 虽然它斜的一点 但是它怎么样 这中间剩下的距离是很小的 不论你买任何车辆 也不再可能再有另外一个人 当时黑色的爱丽舍车 是压着黄线逆行 车和宁宁之间 最多有二十多厘米的空隙 不可能存在其他的车辆 也不可能有其他人 排除了其他物体撞击宁宁的可能 那么宁宁和黑色的爱丽舍车 是否必然发生了撞击呢 建令人员计算得知 宁宁从黄线跑到爱丽舍车 一共用了0.16秒 小孩从这地方跑过去 从这地方跑过去 我就通过这样一个 跑的这个过程在里面 这个测量 然后测量它的平均收度 平均收度呢 就鼓上它一下 它除我的画面 除这个画面 多长时间 南气上它应该跑到什么位置 我们一定看它应该跑到两米的位置 就是你这个黄线 已经接近两米的位置 然后我们前面呢 三辆的 有其他两车 前面的三辆它只有一米三五了 它应该跑到两米的位置 那就说只有可能它被撞了 它被撞了 对 那么如果宁宁和黑色爱丽舍车 发生了碰撞 是否会留下接触的痕迹呢 鉴定人员在黑色爱丽舍车车门上 发现了一个小孩的手掌印 这个高度和小孩的手掌 那个位置 位置扶回来 哦 那个手印的位置 那个手印的位置 现在看那个手印的位置 这个高度 具体的高度 看是不是这个小孩的手印 能不能形成这个手印 小孩的高度能不能在那个位置形成 对 小孩是一米零七 所以呢 然后这个高度好像是九十 九十吧 九十左右 就是判断它 完全可能在那个 应该可以 有可能 2月23日 在事发五天之后 鉴于本案的人证物证 已经形成了完整的证据链条 鉴定机构得出了结论 黑色的爱丽舍车和宁宁 接触关系成立 就是小孩 与这个造势嫌疑车 有结束 他这个并不是硬撞啊什么 他实际就是一种插布 插布 在诸多证据面前 明某低下了头 警方列举了明某的极客行为 判断明某是故意逃逸 首先明某是压着黄线逆行 当男孩倒地之后 明某停车查看 说明他知道出了事 在路人阻拦下 强行离开了现场 并且在20分钟之后 再度来到了现场 都说明他作贼心虚 2月28日 警方对此事 做出了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 鉴于明某交通肇事逃逸成立 判令明某承担全部责任 交警表示 在赔偿部分 肇事者可以和伤者家属协商解决 明某的外公说 孩子住院并没有花多少钱 但是他们寻找线索花费不少 提出要经济赔偿 对此明某表示接受 2月28日 双方达成了和解协议 明某一次性赔偿明某 7000元人民币 我希望这个事情都能够说 双方经过商量 在能够接受 在法律能够调改的情况下 把这个事情就得家属 得我们 都让我们平静地过去 目前 明某已经被父母带回了西安 她的父母希望 孩子能够尽快地摆脱事件的阴影 恢复正常的生活 反正现在精神上 还是小孩有一点 有点像进车了 再很怕了 再不可能说 只要再走路 他们把他把你手牵入 到了这里 事情算是明了了 不过警方再三提醒 我们的司机朋友们 就是如果您开车肇事了 哪怕是您怀疑 自己的车肇事了 都不要离开现场 如果您逃逸 这在法律上是加重情节 而且保险公司 也不会为这种过错买单 我们还是要记住 明某某说过的那句话 就是出了事 千万不要跑 而且 也跑不了 感谢您收看 今天的经济说法 观众朋友们 欢迎您接下来继续收看 中央电视台第一套节目 中和频道 其他人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